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太惨了。 新造型若翻车,败给热巴无争议,谁能拯救他的装造? 2月21日,杨子工作室预告晒出了杨子即将直播的最新造型又一次引发争议, 尤其是工作室晒出的精修图,杨子的颜值又一次被迫翻车了啊! 有粉丝吐槽口红造型不够明艳,再加上没有打光,显得杨子又老又沧桑啊! 杨子直播造型又翻车,粉丝喊话工作室换人。 看起来粉丝对于工作室的造型不满也是由来已久了。 这次的最新直播造型也引来不小争议, 不论是口红还是造型摄影打光等等都有不少嘲讽声音, 甚至还有粉丝直接喊话工作室要求其装造换人啊! 跪求工作室让杨子的口红不要选裸色,实在是不太搭啊! 不少粉丝也表示原本女神的状态颜值都保持得很不错, 人很美就是这技术完全不过关啊! 装造持续摆烂,难怪粉丝表示不满啊! 装造淡雅,女神优势不明显! 当天杨子身穿小乡风外套搭配白色长裙造型, 显得淑女泛十足,也有种别样的清新可爱又甜美的感觉。 也有粉丝大赞杨子这次的造型, 有种无加油女初长成的感觉啊! 但可能因为装造太过淡雅,杨子的优势似乎并不明显啊! 再加上裸色口红显得杨子看起来很没气色啊! 杨子颜值持续性的争议颇多! 毕竟杨子原本颜值在娱乐圈就争议颇多, 虽然杨子靠着小雪这个角色红遍大江南北, 有很强大的群众基础, 不过就连宋丹丹老师都吐槽过小雪的颜值不够高! 再加上杨子本身的状态也经常不稳定, 广告写真还会翻车,难怪会有不少争议了! 多年恩怨,杨子和热巴多次PK太吃亏! 再加上之前杨子和迪丽热巴之间的恩怨情仇, 导致两人持续被网友拉出来做比较, 双方粉丝更是互撕得相当惨烈! 但杨子也并不属于浓岩系的风格, 和热巴PK颜值就很吃亏! 杨子新卷发造型被热巴吊打 近来杨子就曾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了近期忙着拍戏的最新卷发造型, 引发不少争议, 看起来杨子的卷发造型似乎和杨子本身适配度并不高, 还被吐槽尽显老态! 而同样是卷发造型, 对于原本就是浓岩系风格的迪丽热巴来说驾轻就熟, 还有网友晒出两人的对比照, 杨子的卷发造型完全被吊打! 杨子代言写真被群嘲, 造型状态像大妈! 而关于杨子近期的代言写真也引来全网争议, 一度引来不少关注, 还有网友吐槽杨子这次颜值又崩了! 而作为代言人的杨子这次的造型竟然被朝向式在拍一枚广告, 尤其脸部肿胀看起来状态很不好, 因此有不少粉丝开启攻击工作室的模式, 纷纷吐槽这照片拍得还不如生图啊! 看起来和发面蛮透视的, 甚至有些认不出了, 被朝撞脸度滑! 也引起不少关于杨子可能动脸做依美帝各种猜测, 而粉丝更是怒斯工作室审美不够, 每次写真都被群嘲! 和热巴拼美貌,高下立线! 而这种时候, 热巴的粉丝也不忘晒出自家偶像的代言写真美图, 两人一对比也是高下立线, 杨子被朝向大妈, 粉丝直呼被纯天然的热巴美貌秒杀了! 但其实关于杨子和热巴的安怨由来已久, 也由网友猜测两人的争议是从当年精英女神争夺战开始的! 而如今作为娱乐圈当家花旦, 一方吐槽对方单单靠脸毫无演技, 另一方则嘲讽对方颜值忽高忽低, 日常被吊打! 如今杨子的直播造型再次引来争一生, 看来我们姊妹还是要多关注适合自己的造型, 这么多年依旧找不准定位, 希望下次别再翻车了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